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造和漂移制造的一个赛车手 他当时是做化工的 当时是叫做赛车机由弗里帕瓦 全动力机由的斯巴鲁那边的拉力赛车队 他是做跟车经理 真正玩的话应该说我们是11年前吧 就是我们回到来海南之后才真正的去玩车 因为以往在深圳的时候是工作的关系 接触车会比较多 后来又回到海南又回到海口 开改装店之后的话 让我太太去参加我们的饭租的赛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 经常去驻海赛事场或者道庆 去参加一些汽车比赛的一些活动 因为我们老家是在海南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回到海南去发展应的还是不错 汽车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沙漠吧 对于我们的海南来说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改车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要干嘛 你改车是需要把车子比如说要打孔啊 干嘛要把东西要拆掉啊 然后很多人觉得原厂的东西不是最好的吗 从这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海南的一些车主的话 就是说对车子基本上是不认识的 所以就是不断的我们会做一些汽车文化的一些推广 还有一个氛围的一些提升 比如说我们先前也有做一些叫做街道赛 也有做一些就是场地的一个圈树赛 包括车展 然后还有的话一些静态的一些展示 其实我们也好或者我们建议我们的车 就是车友也好 其实车一到手之后的话 我觉得安全的这个东西是必须要优先去提升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厂车出来除了性能车以外 性能车因为它的马力会相对会大 所以它的一个自动性能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除了一些性能车以外的很多车子 它的那个刹车系统基本上都是单狂塞 所以它的那个自动能力并不是很足够去用 所以我们是优先考虑就是刹车 所以我们车子回来优先考虑的不是动力 而是安全这一块 驾控这一块 因为这个我们基于平常的那个使用 我们是标准200嘛 原车它的那个马力是180斤 然后这么重的一个车 然后不到200匹的一个马力其实是非常软的那个车 就是你一脚坐下去的话 它的那个反应是非常缓慢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子的车子不应该是这么低的一个power 所以我们就把它就刷成了两个 没差多少就到300吧 驾控这方面的话 我们改了一个脚牙壁针 然后还换了一个扁平比比较高的一个文部 然后刹车我们还上了一个绿活塞的刹车 所以我们在整一个行走的时候 它是相对灵活吧 对比原车要好 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合作的是要那个电子油门加速器 再往后呢就我们觉得你们的那个衣表的款式也很好 而且质量也很稳定 它这个仪表的样式很新颖 然后它也显示的很清晰 同时可以看到你的那个bar数 还有我的时速跟它相应的这个bar 改装市场里面这个仪表是必须要装的 特别是在赛事方面 赛车它因为它的那个马力比较大 基本上它的发动机动力这一块呢都是要加强的 还有真空的压力然后它的涡轮的压力 还有这个水温油温这块我们都要随时要监控 如果它要是过高了那我们就要做相应的处理 要不的话就会容易爆肛 那爆肛的话那就挺麻烦的啦 要到修好了之后那个那一次的比赛就不一定有了 赛车涡轮还有这个真空油温油压水温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 我们之前都是A座背都会装一台 然后还有这里都会有的 每一样仪器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监控 那不是就好了 涡轮它有其他的一些套件 你可以换涡轮也可以换 换造的一些套件 然后进气这方面是肯定要的 风箱也行 东湖头也行 然后电脑这一块 以前呢是有的罐头模式 然后现在呢直接在电脑里刷一期有电脑升级 就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赛车仪表的监控 然后呢就是开气啊中冷啊油冷啊 这些都是必须要增加的 如果它真的是有这个省油的功能 而且呢 效果明显的话 起码它可以让我说又可以有那个动感的提升 然后又可以匀速的这么开的话 它可以有省油的功能 那我觉得他们就愿意去尝试这个动感 呃 赛车模式是最高的 九格的 它动力挺好的 而且这个推背很有推背感 我是非常热爱这个汽车运动的 那然后我们现在也去做一些 呃赛事就是本地 海南我们本地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推广 那希望大家多一点关注我们的 永近体域 啊 关注我们海南的汽车文化 啊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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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